天天话题之风 风华资讯由Concord Pacific 协评世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 江南大阪风华资讯 我是主持人吴景 圣诞节快到了 对于温哥华的民众来讲 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眼福了 因为提起这个圆明园的十二授手 相信来自中国的民众 一定是不陌生了 那么对于加拿大民众来讲 这一次是我们授手 其中有四个授手 是第一次走出了国门 来到我们温哥华来展览 而且一展就是三个月 那么这次展览的背后故事有什么呢 今天在现场 我们就为您请来了两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保力文化集团总经理 蒋迎春先生 蒋总您好 另外还有我们保力艺术博物馆的副馆长 万立群万馆长 两位好 欢迎上我们的节目 我想这个提起兽手 可能在我们镜头的后方 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四个兽手了 那蒋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兽手的故事好吗 圆明园的瘦手铜像是原来摆放在 这个圆明园的海燕堂前 它既是装饰 也是水中的构件 就是等于是每个动物 对应的时辰 对应的时辰的时候 它喷水 那么看这个动物之后 就知道是几点 它在钟表没有普及的时候 它也是水中的一个部件 那么这个圆明园的国宝的话 应该说是目前我们所知道 不多的圆明园不可移动的文物 这里面我们稍微多做解释一下的话 就是说瓷器也好 画也好 它可以盛放在紫金城 也可以放在壁住山庄 也可以放在颐和园 也可以放在圆明园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在 圆明园呢 就是固定的一个陈设 那么这个部分呢 等于就是它是圆明园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 不多的几个圆明园的食物 可以肯定的圆明园的食物 那么这一件呢 应该说呢它是铸造在 两千 对不起 两百六七十年前的乾隆盛世 那么这个1860年 这个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火烧圆明园 那么他们呢 被当作这个战力品 被帝国主义抢走 现在我们有实力了 有条件了 把它从海外抢救回来 所以它融合了这个两三百年来 这个中国这个 历史啊 文化啊 这个背景 也浓缩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那现在这个保利的手上 是现在只有收回了四个兽手是吗 办管长可以补充一下 那个这三个呢 是我们00年的时候 从那个香港拍卖行 抢救回来的 那么这个 这个朱手呢 是在03年 由这个香港 那个澳门的 何鲜森 那个博士 来捐给我们 保利艺术博物馆的 那么这四个兽手 就是收购的过程中间 有哪些故事 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对吗 圆明兽手呢 刚才我讲的话呢 它有重要的历史 和这个 这个艺术价值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它 这个圆明兽的文物 包括这些兽手在内 这个每一次的 这个拍卖也好 转让也好 都会牵动国人的感情 那么00年的时候呢 这件 就像万管长说的 00年的春天呢 这三件牛虎猴 三件这个 分别出现在香港的苏比 和香港的加世德 这个应该说呢 这个当时呢 那加世德呢 和苏比呢 特别是苏比 做了一个圆明兽的专场 应该说 当时消息公布之后的话呢 在海内外呢 引起了这个哗然 因为这个国家文物局呢 两次发声明 要求这个拍卖行的停止拍卖 对 因为这是中国的国宝 并且是被帝国主义截略 这个应该归还 按照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应该是归还给国内 那么当时这个拍卖的时候呢 这个香港的市民呢 也非常的情绪高涨 甚至上街游行抗议 到这个拍卖公司的总部呢 要求呢停止拍卖 我们呢知道这个拍卖的消息呢 应该说呢 还是比较早的 当时也了解到这个动向 我们也派代表呢 去了香港 但是当时呢 去香港的时候呢 目标呢 不是这几件圆明园的铜像 而是这个清宫散 散意的那些 这个包括 其他那些文物是吧 这个朗世宁的那个画 但是呢 因为当时保利博物馆呢 这个收藏的这个重点呢 一个是清通器 还有一个想做一个书画馆 那么这个清通器呢 我们主要收的是 汉以前的商周到汉的 那么这清淡呢 应该说跟我们收藏呢 有联系 但是不是特别的紧密 后来呢 这个当时呢 国家文物局发声明呢 要求香港的这个 有知之事呢 能够把它买下来 能够把它捐回给国内 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呢 这个当时的这个情绪呢 就包括舆论呢 都很成为一时焦点吧 那么我们的代表呢 到了香港之后呢 了解到呢 拍卖公司没有把这个铜像展出来 最开始拍的是加士德 加士德呢 是拍这个牛手和猴手 那么这个第一个是猴手 第二个是牛手 当时没有展 我们就天然地以为呢 就是没展就肯定不卖了 但是没想到海市拍卖 依然进行 那么这时候呢 香港的一些爱国的这个民众呢 就冲击拍卖会 这个致使拍卖会呢 停了半个多小时 就在这个期间 我们呢 这个据这个香港参与拍卖的 这些专家呢 就赶紧给北京的总部 给这些领导打电话 这个确实我们的专家呢 在现场呢 受到爱国群 这个在港的 这个香港的爱国群中的 这个民众的这个感染 那么打电话请示 一部分保力集团的主要领导 当时在欧洲呢 做工作访问 也有时差的问题 哎呀 就赶紧联系 好在00年的时候 那时候手机的信号 也不像现在 对 这个紧急沟通 紧急向有关部门请教 紧急请教有关专家 那么大家认为呢 在这种这个危急的时刻 就绝不能让国保再次流失 那么保力呢 应该记一份国有企业的责任 那么我们就安排代表 到现场去参与拍卖 最先呢拍的呢就是那个猴手 然后随后呢就把牛手拍下来了 如果我印象不差的话呢 应该是4月30号 后来5月2号又在苏武比的拍卖场上 把那个猴手通向也拍下来 那另外一个这次展出的 展出的话呢 这一件呢是这个猴手通向 猴手通向呢是我们在纽约寻访到的 寻访到的话呢 这个按照保力艺术博物馆的 争集程序的话呢 我们呢拍卖会除外啊 这个这个其他的这个任何一件艺术品的 争集呢都必须拿到博物馆 请相应的专家 这个相关领域的专家 两个以上权威专家 来做背靠背的鉴定 那么这件呢 猴手通向我们寻访到之后呢 就在北京呢做了这个鉴定 在鉴定的过程中呢 正好开这个这个政协常委会 这个澳门的这个事业家 这个何鸿森博士正好呢 去北京呢参加这个政协常委会 然后参观保力博物馆的时候呢 他就问 哎这个原本这几个通向呢 我有印象 当时在那个三年前在这个香港呢 这个引起了很大的很大的轰动 现在呢你们有三个 那么其他的在哪儿 我们就告诉告诉他 那个有哪些就是牛 这个龙蛇羊鸡狗 这五件没有下落 那么老鼠和兔子在法国 我们这个马是在台湾 我们在美国呢 又找到了一件猪手 现在正在馆里头做鉴定 你有兴趣看不看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请他看 哎老先生呢 第一先问这东西 是不是真的 我想每个人可以听出来都会问是不是真的 专家呢经过鉴定 我们因为很重视嘛 我们请了做铜器的 请做宫廷的这个艺术的专家 也做了这个科学的检测 确认他肯定无误 老头第二问多少钱 我们刚说他多少钱 对我也想着这句话多少钱 第三头呢老先生问呢 这个付了没付 我们说呢 我们是鉴定完了之后 才最后付钱 最后何鸿森博士说 这钱我付了 这个我也为这个保护国宝责贡献 那么等于是何先生呢 等于是付了这个钱 捐给了保利艺术国管 那么等于是我们有四件 那现在就是除了这四件以外 另外的八件等于还是流落在其他的地方 对现在就是说我们比较明确的 就是何鸿森博士后来呢 又花了六千九百万 把那个马首 六千九百万什么 港币 六千九百三十万 对 那么他把马首呢 放到了他自己的这个 新普京酒店的这个大堂 那么还有两件 我这个是要补充一下 这个何先生呢 当时的想法呢 也是要把它捐赠给国家 后来由于何先生 后来身体出了些问题 然后的这个现在呢 还在这个澳门的这个作展处 那除了何先生现在手上的 这个另外的几个兽手的下落 那就是法国巴黎的那两件 鼠和兔嘛 那么在一二年的时候 应该是捐给了国家博物馆 现在正在国家博物馆的 这个中华复兴之路的 上面的一个展览在展示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呢 带观众朋友了解呢 其他的这次来温哥华参展的 正备文物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